起手勁大 出招勁慢 第二招 蓋瓦能量炮 YOYO 新朋友 舊朋友 大家好 我是浩斯卡 今天我們繼續玩幻塔 佛麗加9月1號推出我之後 我相信大家應該提出了不少攻略 這把武器作為未來兵隊的buff機 和現階段兵隊的主要輸出 有各式各樣的推薦 不過其實要等到不破銷出之後 兵隊才成型 但其實現在要玩可以嗎? 可以 所以我們就不要致上談兵 今天我們就去找了一隻世界王 這隻狗王來試刀 雖然有黑屬 冰屬式黑狗王 不過老實說 威力沒有想像中那麼厲害 可能因為我用獨龍轉軟用常印 即是轉常印輸出沒辦法比較 因為現階段 沒什麼武器比獨龍轉軟 以不打舊的情況來說 不過佛麗家這把武器 應該是現階段唯一 可以將上六星雙槍輸出的一把武器 不過說到底 佛麗家是一把副輸出和buff機 我覺得現階段來說是ok的 不過也要提提要抽的朋友 如果你未來要玩兵隊的話 其實抽是值得的 但如果急攻近你 你想抽完馬上變強 其實這把武器不會說抽完後馬上變強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就留言 我們一起聊聊 那我們就打狗 我們的配裝分別用佛麗家和雙刀兩種配裝去打狗去測試 配方分別是六星佛麗家、六星啟明星和三星兵隊 雷雙刀是一星雙刀、六星佛麗家和六星啟明星 你可能會問到 為什麼雙刀你不帶這個火鍊去破盾 因為我六星佛麗家的數值比較高 雖然可能技術問題 兩種配法打死狗王的速度 都是差不多的 百分之幾 但問題來 兵屬性是克制狗王 所以也就是說 雙刀的輸出 毒龍鑽的輸出 是比佛麗家 既然狗都打了 我就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 打狗的打法 狗王基本上不是太難打 全程打 你只要注意到狗 不要看著你 讓牠拍 就可以了 注意的地方有三個 狗有一招是AOE 360度轉一圈 這招基本上是戰把 起手勁大 出招勁慢 出的話 避開避完打牠一頓就可以了 第二招 蓋雅能量炮 他會舉起手 然後閘氣 會有些小光球飛出來 這些光球會打死人 最後就會把這個光球扔過來 這個時候其實比較簡單 他舉手的時候 就立刻找一個高低位 或者用柱子擋住 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招就不會打到你的 不過注意一下 如果你沒有用柱子擋住的話 你避免小光球 不得止 你只要把最後那招 蓋雅能量炮 那招能量炮如果沒有擋到 你應該會直接死或者直接殘血 第三招 黑白配 多數完蓋雅能量炮之後 他就會舉起兩隻手 然後閘氣 系統會提示 叫你去接近相反顏色的地方 就會降低那個輻射 但這個如果自帶補血的話 其實這招是打不死你的 這招 他出招的時候 他只會吵氣 不停地噴氣 他就不會打你 所以那時候 如果你能回撤血的話 他也是戰馬 這個時候他沒有盾 沒有動 大家盡情輸出 就可以了 打法就是這幾個 簡單直接 小心一點 基本上都沒有難度 而佛麗加的輸出手段 其實只有幾個 我這個配法 首先優先開啟明星兩條電柱 然後切換兵弓閃A 蝶哥加攻 再用佛麗加領域展開 開大技 然後不停閃A 充能夠之後可以直接選擇 直接開兵弓招充能器 切換技 又或者你看到差不多充能完 你就換兵弓閃A 然後充滿能 接著再用佛麗加招充能器 去打人 這樣輸出會高一點 但主要是佛麗加招充能器 雖然感覺好像冰住了人一下 但其實冰住對手的同時 你自己也是定格的 也就是說 你停手斬完之後 那隻怪是會立即動的 即是說如果這隻怪原本已經起手 準備要拍你 你再切過去 你一收到那一秒 你立即會被人打 好的 整個打法和輸出大概就是這樣 之外大家就看看我 討伐這隻小狗的過程 之後我會再上載我雙刀 打狗王的影片 給大家看看 大概就是這樣 喜歡一起玩的話 就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奧斯卡 大家繼續看 拜拜 字幕提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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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